10月23号晚 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和于于互撕持续发酵 从共同创业到而今矛盾激化 期间发生了什么 公开资料显示 李国庆与于于相识于1996年 三个月后两人闪婚 1999年11月 二人一起创立了当当网站 这被称为中国成立历史最早的电商网站 彼时当当的自营电商模式 令人瞩目 经过三轮融资 当当网合计金额在4400万美元 2004年 当当网的图书销售额 达到全网零售份额的40% 而且以每年180%的速度增长 同年 当当获得亚马逊的青睐 后者希望以1.5亿美元的高价 收购当当70%到90%的股份 但在意公司控股权的李国庆和于于并未同意 2010年12月 当当在美国上市 成为中国首家在美上市B2C网上商城 被称为中国亚马逊 上市当天市值超过23亿美元 但是在随后的三年中 低价战略以及扩充品类 让当当陷入了连续亏损 报道称当当在2013年 错过了百度的入股 2014年又再错过腾讯的注资 继而失去了追赶阿里和京东的机会 2016年9月 当当以5.56亿美元的市值 进行了私有化退市 市值不足2010年上市时的四分之一 退市后 当当屡屡被传出手 2018年的海航收购案也遭遇失败 面临其他图书电商的挑战 当当的市场受到严重挤压 在当当网成立20周年之际 2019年2月20号 当当网发出公告 称从2019年1月开始 李国庆不再担任当当网的任何职务 仍是公司股东 董事长于于兼任公司CEO 当当网的日常管理决策 由于于带领公司高管完成 从持股比例来看 2010年当当赴美上市时 李国庆持股38.9% 于于持股4.9% 如今公司私有化后 于于持股已经飙升至64.21% 李国庆持股比例下降至27.5% 2019年胡润百富榜显示 李国庆和于于以70亿财富 排名第573位 过去的一年 他们的财富上涨了8% 主要来源正式共同创办的当当 当当方面表示 2019年预计经营利润达6.1亿元 较2018年高于1.4亿元 且公司无负债情况 有迹象表明 李国庆的出走 并不像他在公开声明中那么愉快 10月10号 李国庆在某档节目中 谈妻子时 怒摔水杯 称于于逼宫 使自己离开当当 引发网友关注 新京报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